一般所謂嚴重的鼻敏感 就是會看到整個鼻腔裡面的鼻膜 會比較腫脹 也有很多的分泌積聚在裡面 一般這些的腫脹分泌 其實全部都是因為發炎的影響 而這些的分泌物 很多時候都充滿了很多的發炎的因子 這些的情況就是 給了一個很好的環境 令到我們的細菌、滋生 亦都會影響到 我們整個鼻腔裡面的鼻斗的出口 就會有機會受到阻塞 當這些的鼻斗出口阻塞了之後 其實我們的鼻斗裡面的分泌物 就會積聚在空間裡面派出出來 這裏也是製造了一個環境 讓我們的細菌一直生長 而制造了所謂的鼻斗發炎 鼻斗發炎的問題是可大可小的 如果處理得不好 不即時去做一個很好的狐狸 這些的鼻斗發炎 有機會隨著我們的鼻斗 附近的一些結構 就會走向我們一些比較深層的地方 包括我們的眼喉 可以去我們的鼻腔後面的空間 甚至乎可以上了我們的腦 而製造了很多問題 包括我們可以有眼部的發炎 甚至乎會有眼的濃瘡出現 如果去到我們的腦 甚至乎都有機會有腦磨炎 或者是腦瘡出現 這些全部都是一些可以自慢 甚至乎有生命危險的 一些比較嚴峻的問題 如果大家有興趣了解更多 記得下載Doctor App 留意最新健康資訊 就這樣看了 再用來吧 然後叫做生命的 琴珍 折死 這個 有跨性 為什麼 我們有跨性 是 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